他說用1000公尺長的泥巴沿河邊空地圍成一個長斑形的菜園 聽好 只圍三邊 靠河那一邊不用圍 問你圍起來所能圍數最大面積是多少 怎麼說 換句話說 你去畫一個 今天有一條河在這邊 你用1000公尺長度的泥巴 把它圍成一個長斑形的菜園 什麼圍 同樣1000公尺 你可能圍成這樣窄窄殘殘的可不可以 可以 你也可能圍成這樣寬寬 比較寬一點可不可以 可以 也可能再圍寬一點行不行 圍更寬滑 面積就變小了 對吧 所以老師問你該 同樣是1000公尺 該怎麼圍 圍起來面積會最大 這樣行不行 好 這時候題目強調我會叫圍幾面 圍三面行不行 這面積我在數學上我要叫F-AKS行不行 那怎麼算 我去假釋好不好 這寬叫AKS 那這裡叫幾 AKS 全長是幾公尺 1000公尺 減掉兩個AKS 所以說這邊是1000公尺 2AKS 所以蘇老師想請問一下 這塊面積怎麼算 面積很簡單 麻煩你把這長層幾寬 求多少 AK 乘三 1000公尺 2AKS 求這面積的最大值行不行 麻煩你把AK 乘進去面積 1000公尺 減掉 2AKS 平凡 行不行 所以說寫出來的事情 副端 2AKS 平凡 加上1000 AK 乘進去 這樣行不行 而建議你好不好 這裡配方數字太大反而不太好 所以說老師建議這裡面用什麼 公式法 直接求頂點坐標 這樣行不行 因為這時候是個拋物線 負荷開果槽 下 這頂點就直接是什麼點 最高點 所以AK 是幾 負到 2A 分之 B 所以說麻煩A用負二代 B用幾代 1000代 所以負得負四分之 1000 負負得正 所以AK 乘進 250 對吧 這時候我講過 他是負荷開果槽 下 頂點是什麼點 最高點 所以說老師建議你最大指頭算 不要客氣 AK 乘進去用幾代 250 代金系數就好了 但是請注意聽 代這個式 找不好算 不好算 所以說老師建議你 AK 乘進去用幾代 250 代 代什麼 代這個式 比較好 對 好 AK 乘進去用250 二神250 500 一清景500 500 所以說 撐起來的事情 一二五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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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指是一二五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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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指是一二五 零 零 零 OK OK 好 先 一二五 零 零 零